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关于文章那些视频的话 这里就可以介绍一点点 这个就是皇帝专用的一个徽章 他的设计元素很简单 就是将他自己的保号 比如说以利三八二世或者查理三世 用一个英文字缩写了他就算数 然后再加一顶他们选择用的皇冠 是不是有几个版本的皇冠 不是只有一个 他现在暂时有两个版本 以利三八二世 他将ER 设计了以利三八二世 以利三八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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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三八二世代表了以利三八二世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好了 上面那顶皇冠是什么东东呢 其实你见到元素差不多 都是有些珠宝 有些下面那些fur 有些黑色的纹 代表着它是一种很贵气的纹色 叫ermin 这也是文章学里面的一个专用名词 e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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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纹箱这么简单 白色里面有一些黑色的fur 其实是来自于皇冠的这个圖形 好了 然后分别就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它那顶棍 在顶上是凹下去的 还是一个半圆形 complete的半圆形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分别 但是这一条线呢 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官 那斯陈华用那个呢 就是一个叫做圣Edwards Crown 传说就是来自于那时候 一个叫做圣Edwards Confessor 应该十世纪的时间 一个后来封了圣的一个圣人 他当然是皇帝 由于他封了圣的话 他所用过的皇冠 都是代表着一个既代表着传统 也代表着一个神灵的庇佑 所以他聖Edwards Crown 就专门用来之后 用来为每一个英国的君主 来加冕的时候用的 当然不是每一个都用 但是他有这个功能 用来专门用的皇冠 聖Edwards Crown 用了都度皇冠 这个也是称呼的 都度 是当年亨利八世专用的皇冠 所以皇冠是没有全世的 但是后来 查理斯 对不起 在2012年的时候 英国皇室 就将它重新做了顶 噢 是Rapica来的 应该是吧 就是复制品 是正规的 是正规的 所以这两顶皇冠 就代表着不同的年代 也都代表着不同的喜好 那视乎皇帝想用选哪一个皇冠 来做一个自己的徽号 所以大家如果有留意 现在英国的新闻的话 由于查理斯三世已经快要登基 所以每一个政府部门 其实都要将自己的徽章来改 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哇 那些安头 就是那些信旨 就是那些门口 徽章也要改 那些军队的徽章 就算你没有下面的CR或ER 很多政府部门都是用皇冠 来做那个什么 做那个 symbol 那皇冠转了 那你那个徽号 就是那个徽号 也要转 所以很大的工程 所以我想每一个英国人都会保佑 查理斯三世 就长远一点 不要做这么短的时间 到时候再讲一次 就卢文商财 是啊 好了 这里要讲多一点 它是CR OK R就是REX 即是皇帝的意思 皇帝的 R-E-X 所以那些暴君龙 叫做T-Rex Taiwanasus Rex 就是 加多个R 就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皇帝的意思 因为我以前有个朋友 就叫做REX 就问他为什么要解皇帝 哈哈哈 OK 好 是最后一章 是吗 是啊 是啊 你等等我先 他不是REX sorry 因为REX 其实是emperour的意思 因为他不是emperour 他不可以叫做REX 因为叫做Regina 都叫做Regina 都叫做Regina 不不不不 就是我说Charles III 查理斯三世 是否叫做 我先看一下 因为ER 就是Elizabeth Regina 中间有个罗马数字的二字 那现在CR 那R中间有个三 罗马数字三 就是查理斯三世 OK 好 那以你的作准先 下次可以补充 我又上次说错了 跟你做事的时候 就是 我们说到行会 Goldsmith 就不是铁像 那意思 是做金 铸金 或者做珠宝 叫Goldsmith 多谢各位好友 告诉我 Blacksmith 就是打铁像 打铁像 我上次说错了 不好意思 各位 我怕搞错 尽管我们是节目 但我们不希望有任何错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但基本的东西是不可以错的 Goldsmith 是解铁金像 Blacksmith 是铁铁像 那就是要分得清楚 是否 你现在在查CR 那R是怎样解释 我尝试 是啊 Rex 是的 因为我很记得 所以恐龙 Taiwanasau Rex 或者T-R T-Rex T-Rex Rex 就是解皇帝 Emporer 所以它没有变 这件事 那就简单 一些 原来英国现在急改废帐 哈哈 这个 五月六号的时间 登基 是的 是的 OK 好 你改完 刚刚登基 那时间就刚好 好 去到这里 我有少少事跟你讲 有少少事跟你讲 我先去picture and picture 刚才我们提到 古巴 古巴那里 其实还有一件事 我要讲 就是 共产国家 以前的东欧阵营 接全世界共产国家 或者 或者有很多人 左交到他们不是共产国家 而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微道 这是共产的阶段 这就是你争辱 这是冷战时期的 但是 在传统上 西方 是很流行用十字 有个十字 是在他们的国旗 或者国徽里面 这张图 只在欧洲 已经有很多国家 是用十字 包括 丹麦 瑞典 瑞士 都是用十字 这张图 我展示了出来 大家去看看 鄰近的澳门 就是 葡国国旗 以前 葡国国旗 中间都有十字 十字代表 是Christianity 你先说完 我先说完 如果共产世界是拈刀斧头的话 西方很流行用十字 代表基督教 或者是犯基督教 希腊 我先说完 我再交给你 你是不是想出回刚才那张 不是 我再说清楚 因为他们刚才说的时候 我就很认真 来到去 R是代表什么 Charles CO 是代表什么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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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确定 是否 我给你时间 好 你查一查 OK 我会发个疯 你在查 中国大陆是否一乘不变 当他想压制地方主义的同事 有很多国际的符号 他是有用的 譬如 我们要看看这里 在全国 我们上周说过 中国大陆大部份 救产船都有这个标志 这是美国交通 联邦政府交通部的标志 叫做生命之星 急救之类 还有一个解释得更加清楚 这个就是 我没有展示出来 有些说 你要早快 要快 你也要紧急去运输 这支星是有六个角 六个角代表不同的东西 OK 大家留意 这个就是 而且在大陆 如果在高速公路 看 他如果经过的地方 是有饭吃 他会展示一枝叉 和一只匙羹 就没有刷刀 这个也是很西方的做法 如果你在经常来往大陆 你发现高速公路 有些路牌 譬如你就到一个城市 或者一个点站 他有饭吃的 他的名字是一枝叉 和一枝匙羹 中国人的传统 不是用叉 他也是用了西方那一套 最適合 你查到没有? 查到 查到 查到好 我出了你出来 你出了你那张图好不好 出了你刚才那张图 ER和CR那张图 不是有关事的 不过你说出了就出了 是 你等等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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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这样说 我再去找 诶 竟然又找到东西 所以做节目 是学到东西的 诶 诶 这叫斯水飞羊 你收出来一口 是 CR3 这个 其实他的读法 C3R 哦 多謝 真是不知道 等於你時辣婆的一樣 E2R 是 C3R 這是拉丁文的傳統 拉丁文的傳統 拉丁文這件事真是我們很少學 所以有時候出錯就不要見怪 我們都是不斷地學習的過程 如果用拉丁文去讀的話 Charles 即是C 原來不是Stand for Charles 這個搞笑 因為Charles是英文 Charles的拉丁文 是算了 C-A-R-O-L-U-S Car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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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hird rest 應該是讀的 The third rest Rex The third rest 是的 這個整個是拉丁文的概念 所以這個 皇帝用的專章裏面 他應該都是要用 拉丁文的邏輯來處理 當然 你純粹當英文的話 Charles the third 也OK 但問題是 R這個詞已經轉了 因為其實用英文的話 是King Charles the third 你都沒有用R 如果你要用R的話 理論上 你就要整套拉丁文的邏輯 都要放進去 所以 Caroos the third rest 整個字都這樣讀 多謝 不是 我都是 喜歡恐龍 才懂這個字 所以 恐龍 小朋友喜歡恐龍 是沒有錯的 小朋友喜歡恐龍 是沒有錯的 早前 我找過一個叫 馬學倫博士上來 她是女生 但是她也很喜歡恐龍 香港少數的 喜歡講或者恐龍的專家 要補充一句 是 為什麼要做一個這樣的節目 要講這麼多 其實 美學在文化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一個文化不是純粹說 為飽自己的國家富強就算數 就是她的美學觀點 是不是在人類領先的狀態 是不是可以做出來的事情 可以令人上心悅目呢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文化的重要指標 所以不要只是去追求經濟上面的富強 我們怎麼去欣賞一件好的東西 就是不要只是說 有些什麼就擁有了它算數 這個其實是一個 更加是國家的一個軟神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愛好某一些國家 而對於另外一些國家 處於不似呢 其實完全是有得解釋的 所以做完兩集之後的話 希望大家是真的去對於各種的圖案 各種具於象徵意義的東西 嘗試多些去學習和欣賞 假以遲入的話 其實我們那個 就是以圖案為主體的一種欣賞的文化 就可以做得到 就不要只是用文字 文字本身有個不足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多時候在中國 講得明白 中國裏面的網站 全部就是自行堆積下來 哪會有人想看呢 所以圖案或者是圖像 對於生活質素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大家就盡量在你的人生裏面 從中吸收多些的養份 豐富自己的生活 中文字幕提供